明述记第十九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耶和华所定的律法是这样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一头完全没有残疾 未曾富过厄的红母牛 牵到你这里来 你们要把牛交给以利亚萨祭司 他就要把牛牵到营外 在他面前把牛宰了 以利亚萨祭司又用指头沾牛血 向会幕前面撒七次 然后在他面前把牛焚烧 牛的皮、肉、血和粪都要焚烧 祭司要把香薄木、牛西草、猪红色线 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祭司要洗自己的衣服 并用水洗身 然后才可以静营 但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 那烧牛的人也要用水洗自己的衣服 并用水洗身 也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由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 安放在营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会众留作除污秽的水 这是除罪的 那收起牛灰的人 要洗自己的衣服 必不洁净到晚上 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做永远的定力 摸了任何死尸的 必不洁净七天 那人在第三天 要用这样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 到第七天 他就洁净了 如果他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 到第七天 他就不洁净了 任何人摸了死尸 而不洁净自己的 就玷污了耶和华的账目 这人必要从以色列中捡除 因为这除污秽的水 没有洒在他身上 所以他必不洁净 他的不洁还留在他身上 如果人在会墓里死了 条例是这样的 敬这会墓的和一切在会墓里的 都必不洁净七天 一切藏口的器皿 就是没有盖上盖的 都是不洁净的 在田间摸了被刀杀死的 或是自己死的尸体 或是人的骨头 或是坟墓 就必不洁净七天 人要为这不洁净的人 拿些烧成的除醉灰 放在器皿里 倒上活水 要由一个洁净的人 拿牛西草 站在这水里 把水洒在会墓上 和一切器皿 以及在那里的众人身上 又洒在摸了骨头 或是摸了被杀死的 或是摸了坟墓的人身上 第三天和第七天 那洁净的人 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 这样到第七天 就是他洁净 他要洗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身 到晚上就洁净了 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 那人必从会众中被剪除 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索 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 它是不洁净的 这要给你们做永远的定力 那洒了除污秽水的人 要洗自己的衣服 那摸了除污秽水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不洁净的人摸过的一切 必不洁净 摸了这物的人 也必不洁净到晚上 不洁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